天赋无乐意祝福 你会挑什么礼物 皇后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 《猎王纪上》第三章 所罗门王又被称为和平的君王 这是一章 这是因为所罗门不同于过去的君王 大多是用征战的方式来保护以色列 所罗门更擅长用联姻 或是其他比较软性的外交方式 来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这样不仅是少了敌人 更可以促进贸易活动 但是所罗门觉得这样还是不够 某天晚上 天赋来找所罗门 并且准许他可以要一份礼物 你猜得到 所罗门最想要的那个礼物是什么吗 让我们一起来读 《猎王纪上》第三章 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 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 接他进入大卫城 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 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当那些日子 百姓仍在秋坛献祭 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民建殿 所罗门爱耶和华 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 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 所罗门王上纪便去献祭 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 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凡祭 在即便夜间梦中 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你愿我赐你什么 你可以求 所罗门说 你仆人 我父亲大卫用诚实 公义 正直的心 行在你面前 你就向他大施恩典 又为他存留大恩 赐他一个儿子 坐在他的位上 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华我的神啊 如今你使仆人 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 但我是幼童 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 这民多得不可生署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 可以判断你的民 能辨别是非 不然 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 救盟主喜悦 神对他说 你既然求这事 不为自己求寿 求父 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 但求智慧可以听诵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 赐你聪明智慧 甚至在你以前 没有像你的 在你以后 也没有像你的 你所没有求的 我也赐给你 就是富足 尊荣 使你在世的日子 猎王中 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位 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律例 诫命 我必使你长寿 所罗门醒了 不料是个梦 他就回到耶路撒冷 站在耶和华的约会前 献凡记和平安记 又为他众臣仆 设摆言席 一日 有两个妓女来 站在王面前 一个说 我主啊 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 她在房中的时候 我生了一个男孩 我生孩子后第三日 这妇人也生了孩子 我们是同住的 除了我们二人之外 房中再没有别人 夜间 这妇人睡着的时候 压死了她的孩子 她半夜起来 趁我睡着 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 放在她怀里 将她的死孩子 放在我怀里 天要亮的时候 我起来 要给我的孩子吃奶 不料 孩子死了 即至天亮 我细细地查看 不是我所生的孩子 那妇人说 不然 活孩子是我的 死孩子是你的 这妇人说 不然 死孩子是你的 活孩子是我的 他们在王面前 如此争论 王说 这妇人说 活孩子是我的 死孩子是你的 那妇人说 不然 死孩子是你的 活孩子是我的 就吩咐说 拿刀来 人就拿刀来 王说 将活孩子 劈成两半 一半给那妇人 一半给这妇人 活孩子的母亲 为自己的孩子 心里急痛 就说 求我主 将活孩子 给那妇人吧 万不可杀她 那妇人说 这孩子也不归我 也不归你 把她劈了吧 王说 将活孩子 给这妇人 万不可杀她 这妇人 实在是她的母亲 以色列众人 听见王这样判断 就都敬畏她 因为见她心里 有神的智慧 能以断案 天父爱所罗门 并且非常喜悦 所罗门深爱百姓的心 而天父赐给 所罗门的智慧 马上就在一个 悬疑的案件中 展现出来了 她用巧妙的方式 让犯错的人 不打自招 并且让受害人 得到了公益的判决 实在非常精彩 如果你还想看 更多 所罗门的人生智慧 可以翻到 《真言》这卷书 去看看哦 亲爱的朋友 所罗门王求智慧 鼓励你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天父要赐给你一份礼物 你会向天父求什么呢 祝福你所求的 不只能祝福你的生命 更能在未来 祝福到更多的人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照你的心意 赏赐给我 并且使我能像 所罗门一样 蒙恩宠 也能帮助到许多人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